謝家恩,他問問在屏東山坡地要問 所以這是老人,三四十檔了 這八克素是20cc的水 4公升,還有涉及是太多還是太薄? 20cc 4公升 是這樣嗎? 對,沒錯,老師 喂? 對,是,是,是,沒錯 這有比較重一點,但是沒關係 一般你若是4粒大概 4粒大概就是16cc 就是說一張栓在灌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這個2粒 2粒泡2粒泡2粒泡多少 2粒泡8cc 但是我不知道你 一般來說這個八克素的濃度 應該是在台灣 應該可能沒有比較薄的 應該都是23% 都是這個 一個通的結界隆度 所以目前就是說 在定義裡面應該都是這個 那麼八克素 那麼這個八克素在營的時候 在山上 如果是說比較大棧 這個一般就是說那個樹冠 樹冠 你把它承成直徑 直徑 那個 直徑 就是說他的樹冠 柱子的蝦子都堆下來 這個你看多看 這個叫做樹冠直徑 那麼一般來說就是每一公尺 每公尺大概就是8cc 所以你如果是更大棧 你可能就要用這個16cc 這樣 所以這個2粒 你可能有比較多 其實也不會比較多 就是說你要去算 算你的這個樹冠的直徑 那麼八克素要用多少的這個2粒 每一米 每一米 這個樹冠直徑 如果是一米 大概就是8cc的一個8克素 這個8cc 它有在2粒裡面 來擋 這通常是這個目前 標準的這個用法 標準的這個用法 但是 很多都會用超過這個量 大概會用超過這個 為什麼用超過這個量 這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比較急 我們臺灣的一些 這些生中環境不錯 所以很多這個山洋 它 有什麼炒的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這有一點你們炒哪種 不用掛很多篇 因為八克素冠情黨 冠到它炒有時候也不太會發 這是特殊的這個 所以一般如果是看 就是說你作物在用 要稍微注意 如果是在這個條鋒 條子動不掉的時候 你可以來用 所以大概是一個 這個8cc 要用2粒裡面 我的印象是這樣 然後它是在計算的方式 就是塑罐 塑罐直徑 每一公尺 每一公尺 就8cc 有的說我如果是用 你當然這個量 再給它擴大 並說我這個 直徑比較大1.5 那1.5我用多少 這是一個好問題 那麼這個東西 一般來說 我們說我們是一公尺用8cc 一公尺用8cc 所以你1.5的時候 有的說這樣就是8乘以1.5 這不對 因為我們算的是面積 你的樹冠直徑是1 所以你1.5要乘以1.5 這1.5乘以1.5是多少 1.5乘以1.5 這1.7 糟糕 225 這個 1.5 1.5乘以1.5 1.5乘以1.5 225 沒有錯 2.25 所以你如果說 樹冠直徑 樹冠直徑是1.5米 那麼你就是2.25倍 你的面積 2.25再乘以8cc 再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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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以8cc 所以你樹冠直徑是1.5的時候 你要用到18cc的這個8顆樹 那麼 所以呢 如果是依你這種的這個用量 並說你20cc 那20cc 應該這個樹冠 可能就超過1米5了 所以我是這樣跟你推算 所以一般通常是1米8cc 你用這樣去扇 那麼你用四升的水 這個你如果壓得嚼就好了 就是說這個濃度如果能夠 灑得均勻 在這棟裡面你壓得嚼 這個沒有關係 有時候土甲比較淡了 所以你這樣壓得嚼 所以這個水量呢 就是看你的一個東西的這種土壤的水分狀況 如果散開 你如果壓得嚼 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了 差不多 就是這個價值 如果說你這個30到40的這個樹冠 這個樹冠應該是超過1.5米了 應該是都有米飯超過 所以你這個用20cc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甚至可能還需要多一點 你能看看一下 你大概這個價值的方針 給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直徑1米的時候 就是8cc 那麼你看直徑多少米 它是用面積的一個 這個用面積去算 去算它的一個 這個用量 這個用量 大概是這種的一個情形 你看面積多大 那麼你比較去提供那個比例 那麼一般正常是8月用兩粒 兩粒而已 一張罐兩粒 好罐好罐 你會噴到這樣沾沾沾 但是肚子要沾沾 你如果說你泡四粒 你這個量比較大 面積比較高 你泡四粒也可以 所以這個水沒有要緊 要記著這個水沒有要緊 但是肚子一定要沾沾 這在這裡 讓我們這位好朋友 你稍微做參考 這在這個水用上 如果有什麼 這個無了解 這都反應 我們再來進一步 我們再次嘗試一下 你好